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0-23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以运载火箭发射嫦娥4号探测器 开启了中国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嫦娥4号后续经历地月转移 近月制动 环月飞行 最终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开展月球背面就位探测及巡视探测 并通过已在使命轨道运行的雀桥中气星 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中继通信 1月3日22时22分 嫦娥4号着陆器与玉兔2号巡视器顺利分离 玉兔2号实底月球表面 着陆器上兼视相机拍摄的玉兔2号 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 通过雀桥中气星顺利传回地面 3日15时07分 科技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通过雀桥中气星向嫦娥4号探测器 发送指令 两气分离开始 嫦娥4号着陆器助立月面 太阳翼呈展开状态 巡视器立于着陆器顶部 展开太阳翼 伸出桅杆 随后巡视器开始向转移机构缓慢移动 转移机构正常解锁 在着陆器与月面之间打起一架斜梯 巡视器沿着斜梯缓缓走向月面 22时22分 玉兔2号巡视器踏上月球表面 在月背留下了第一行脚印